花了20年赤字103亿美金 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瑞士圣戈达基线隧道 总长超过57公里 超越了日本清寒隧道的54公里 成为目前全世界最长地表最深的铁路隧道 想穿越阻隔欧洲大陆的屏障阿尔卑斯山不再是难事 瑞士建造圣戈达基线铁路隧道总长57公里 全球最长的铁路隧道6月1号就要开通 列车在隧道中的最高时速可达250公里 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只需要17分钟 隧道将把瑞士的南北相连南欧北欧就此贯通 圣戈达基线隧道开通后一天将有200个班次 从瑞士苏黎市出发到意大利米兰 只需要两小时45分钟 时间缩短了整整一小时 1996年瑞士政府斥资103亿美金 在超过2300公尺深的地底下 开挖总长57公里 相当于台北市道内力距离的跨国隧道 打破日本清潭隧道53.85公里的记录 成为全世界最深最长的地底隧道 浩大工程想在阿尔卑斯山地底下穿梭自如 安全设备也是高规格 有了疏散逃生方案但想防范未然 隧道两旁设置感测器 能随时监控隧道内的运输情况 硬体设备安全措施不能少 尽管建造费高昂 瑞士政府也看好巨大观光效益 圣哥达基县铁路隧道 除了让瑞士和意大利距离变近了 还有环境保育考量 就怕载重货车毁坏山脉道路 货品运输未来也倚靠隧道列车 展现瑞士政府在自然美景与观光 商业利益间找到平衡的智慧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一家公司将在今年 推出全球第一款 可以弯曲的智慧型手机 它可以弯曲成像手环一样 戴在手腕上 也不会影响触控 荧幕有5.2寸大 利用的是石墨烯材料的科技 抢在三星和苹果等大厂之前 大陆一家公司 重庆墨烯科技 即将推出全球第一款 可弯曲智慧型手机 弯曲程度前所未有 这是一款柔性的手机 就是它可以做到完全的柔性 它可以戴在手上面 仔细看 整只手机可以折弯 环绕住手腕 荧幕也不会受影响 最近在重庆的科技博览会上 展出亮相 近不少好奇民众上前 微观世代 这款石墨烯柔性屏手机 比一般的手机长一些 窄一些 屏幕有5.2英寸大 重量只有200多克 可以弯曲成一个圆环 像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 秘密就在于 荧幕材料选用石墨烯 厚度只有一个碳原子 相当薄 却同时很坚硬 比钢铁强韧200倍 自从被发现以来 它的特殊性和忧郁性 备受关注 可应用范围很广 还得过诺贝尔奖 这款手机中 不能弯曲的电池等元件 就放在两端 最大的特点就是 可穿戴 可触控 也能打电话和上网 石墨烯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它有很多很好的优点 比如说它的透光率 比传统材料的透光率 要更高 所以它显示的 要更加的清晰 另外就是石墨烯的电阻率 比传统材料的电阻率 要更低 所以它触控起来 要更加的灵敏 业者预计出货量10万只 但一开始只有黑白荧幕 之后才会出彩色 真的有人会买吗 这时刻看起来 比较贵的贵物件 但有些希望 这会发现 在手机中的资源 开始显示的评论 可玩取手机是否能带来改变 业者先在大陆试试水温 TVB新闻 赵华报导 香港九龙城寨 被叫做罪恶之城 但其实很有历史研究下值 也是电影拍片 请看最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